桃花园的村民自称先祖因为必秦时的战乱 所以与世隔绝 但他们却又男女衣着昔如外人 穿着与东京老百姓相似的服饰 要知道 秦末到太元年间已经快要过六百年了 他们穿的其实是后人烧的纸扎衣 哈喽大家好我是Dolacemio 欢迎收看神魔意识录 大家还记得国二时一定会被逼折墨背的桃花园记吗 我现在是背不出来了啦 但是我永远记得渔夫这个大叛徒 竟然把消息告诉给太守 让我恨得牙痒痒的 然而桃渊明热爱古籍山海经中 那些玄幻神秘的故事 而他在桃花园记中将意境描写得引人入胜 耐人反复寻味 但是一个文本在不同人的身上 多少会有不同的解读 桃渊明认为没有战乱自己自足的田园生活 就是理想之国 也有人认为 只有死后才能解脱世俗纷争 进入极乐净土 在桃花园记中的人事物 就这么恰巧与王者的国度有些关联 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介绍 桃渊明桃花园记中的暗黑版本解读 首先桃花园记的主角 河边的渔夫 这个职业本身就有很多机会遇到婴室 古代对于打捞逆王的尸体 大部分会由熟悉水域的渔夫来做 因为与尸体有所接触 所以也容易看见常人所看不见的东西 而在地里的铺陈 铺逢桃花园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若荫缤纷 渔夫划船经过的桃花园 正值桃花盛开快凋零之际 时节就落在清明节这个时候 桃渤与昌浦爱草 一样被认为是具有驱魔避邪的作用 这里的桃花林中间完全没有其他品种的树木 无疑是个人工栽植 隔绝阴阳界的巨大屏障 后来在河的尽头发现一座山 他跛船上岸 看见有一个山洞隐约散发着异光 往里面走 书籍侠才通人 步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这个洞先窄后宽 据记载当时的墓葬为了防盗贼 就是采用这个设计 民间为了避讳死者 案里是不会把城市村舍 规划成前窄后宽的 后来进到了草林里的神秘村庄 土地平矿污设俨然 这里的建筑规划排列整齐 但小村民在无政府的规划下 不可能这么理性 宅子都会随自然资源而期 错落无序 唯一的可能是出于对王者的敬畏 才有可能在考量隔壁邻居舒适范围的前提下 将房子整齐的安置 另外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在当时墓地要依山绑水 有桑竹垂应与桃树辟邪 郭普的藏经中就有提到 门前桃桑为大凶 所以桃渊明的那个时代 一般是不会在家庭的门前种桃树的 而桃花园的村民 自称先祖因为必秦时的战乱 所以与世隔绝 不知道捍卫两朝 更甭论晋朝当代 但他们却又男女衣着 昔如外人 穿着与东晋老百姓相似的服饰 要知道 秦末到太元年间 已经快要过六百年了 服饰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不得不令人联想到 我们的祭祀传统 他们穿的 其实是后人烧的纸扎衣 同理 村民后来进乡 涉酒杀鸡坐食 邀请渔夫做客 因为这些酒食都是祭品 这些村民可能在当初逃难的过程中 就已经去世了 但自己没有意识到 跟着其他族人一起走到了这里后才倒下 族人们把他们埋葬于此成了墓地 他们以为的祖先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因为四周环绕的大片桃林 形成天然的镇压结界 他们出不去 没有办法进入正常的轮回 所以就在地形成一个小轮回 死人 附身之后 仍然为死人 后来渔夫出了桃花园 而且告知官府 却再也找不到通往桃花园的路 这个说法有两种 其一是他误入深山古墓 被毒气与阴气迷惑所产生的幻觉 其二是官府的人阳气重 不如渔夫长期待在河上阴气较重 才会阴错阳差地踏入这个被桃林所定型的亡林之村 另外 在正常的桃林村解读中 也有个暗黑版本的结局 就是腐败的官府 突进桃花园的村民 洗劫当地的财务 对外宣称桃花园救市场骗局 在这个版本的解读中 刘子记目睹了被官府写洗的桃林村 俨然成为一片炼狱 原本娇艳的桃花 沾染了干枯的鲜血 也变成了黑色 他因为过度惊吓而大伤元气 回辅后忧思过度抑郁而终 以上版本虽为现代人为佛眼球的杜撰 不符合史实 但我还蛮喜欢的 他为桃花园增添了在魏晋时期所兴起的风水学 也是值得探讨的面向 以上属于娱乐的部分 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桃花园记中最有还养的部分 这篇故事的主角 在没有世俗的野心与企图下 忘了自己滑到了哪里 互逢桃花林 桃在上古就被认为是五行之精 为驱魔必邪之术 代表他已经达到顿行于世俗 能独自安身立命的境界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芳草鲜莓 若荫缤纷 全粮的渔人在小溪上观望两岸 都是大片的桃树与芳草 这边的夹岸指当时人民在东晋与南朝宋更替的窘境 因为愚人没有野心 所以在两个政权的诱惑下 都被辟邪的桃树给挡掉了 所以他划过了夹岸 来到了山洞 舍弃能到处游鱼的小船 无意中 进入到与世无中的桃花圆境 过了段安逸的日子 然而 艰苦使人生存 安逸使人怠惰 愚人仍然起了杂念 即使被村民告诫 他仍一心要把这件事情禀告太守 并且刻意地在回去的路上处处做记号 与开头望路之远近的不意间形成强烈对比 所以 无论是他自己或太守 甚至品行高洁之事 一旦被世俗所困 就再也回不去最初 在自己唇仆心底的那片桃花圆了 好 结论 对于桃花圆记的现代心结 虽然极具娱乐性 但跟史实和桃圆明的心境 想表达得有点相距甚远 但我还是超希望 它可以发展成暗黑版本的动画或微电影啦 桃在文化意义上 更多的时候是用在正面的 像是诗经中有桃之夭夭 浊浊齐滑之剧 形容新娘子 美德就像被火烧到一样 还有像西文武娘娘的潘桃 为林宫与米子侠的奔逃之情 另外在流行文化方面 金庸的神雕侠旅中 桃花岛的原型就是桃花圆 只是桃树辟邪遁形 改成了奇门遁甲 最终还是被反派给入侵 对应了桃圆明将桃花圆祭的结局 设定为最终破灭 无人问津 那么你们对于桃花圆祭 又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跟我讨论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是达达C 我们下次见 再见